也好 欢迎收看5月11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卫 县长徐正蔚在受封厢长甄淑义 封宾厢长邱福胜还有县府建设处长邓紫瑜陪同之下 前往台11线探视零四零三地震的受灾户 慰问乡亲的现况 也视察了建筑物的受损情形 针对受灾户后续修缮需求 给予相关的说明和处理作为 期盼可以让乡亲赶快回复正常生活 县长徐正蔚表示 临时泥山地震造成花莲北区多处民宅受损严重 在非红黄单的建筑物当中 如果平定为弱势族景可以优先修缮 另外一般户也可以向县府申请上款补贴 以及各项修缮补助金 县府近期也会召开中基屋受灾户的居住需求调查说明会 一步一脚印推进各项附件的工作 全力协助灾民们度过重建难关 也特别感谢全国各界对救灾时候 提供协助物资对县民的鼓励 像因为有些人不知道红黄单之后要怎么样处理 所以我们先特别来看一下 然后也跟相公所说大概红单的处理方式 那您的处理方式就是要重盖 那就有另外一个 OK就希望你们帮忙一下 好谢谢 就照这样申请 有问题冲案室会帮您 可以先冲案室帮您写一下 所以他这个如果说红单之后他要 自行重盖 自行重盖 那在我们这一次得愿订的版本 你要重盖自行 关键政府表示 这是视察与视察建筑物受损的情况为主 了解收债户后续修缠需求方向 建设处并且向收债户说明 需要减负的证明文件所需的证件 后续才能够申请相关修缠补助 帮助乡亲早日渡过难关 重建家园 记者冲案室 收封见不到